该不该给游戏充钱,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,正反双方各输几件,唇枪舌战已经很长时间了,今天我们避开这个老话题,聊一聊在给游戏充钱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,该如何正确充钱呢? 量力而行,我从不认为玩游戏不能充钱适当的消费,可以增加游戏乐趣,可这有个度在里面虽然这话已经快被说烂了,但还是要提一下,如果你身价百万要缠万贯花个万万块钱玩玩游戏,并没有什么不妥,王思聪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砸一件装备,就和我们花十几个块钱买包间一样,普普通通的消费,而宜又何不可? 但如果你没有有钱人的实力,却有他们的游戏野心,那就不妥了人家充个几十万,依旧能好车美女相陪,你能充个几千块钱,就得回去啃过头了,何必选择合适的游戏? 有的游戏适适合冲钱,有的游戏适合破产,这句话听着挺操可实际的意思,却没有一点问题平心而论,把钱花在购买正版游戏上,是最滑的来的,买了就是你的谁都抢不走,而且还是一锤子买卖DLC除外评分高的单机游戏品质,一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? 总有吸引人的地方,千万不要在夜游上付出过多的金钱夜游厂商精通游击战术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是他们的主要战术不求多好的口碑和用户粘性,只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挣到最多的钱,因此你会发现在网页游戏中,更新时主菜活动时配菜,当你花费了足够多的金钱后,你会发现根本没有饭后甜点,等待你的只有何区和官服目的, 明确一定要明白冲钱的目的,什么简单点说是就是,该冲的冲不该冲的别冲身边,有位冲值超过十万的朋友,对我说过一句充满悔恨的话,如果冲钱是为了得到心理的满足,那就一定要把自己劝住,这话我觉得说的有点小小的问题,大家也都知道,基本上所有人玩游戏冲钱都是为了爽,难道爽不是一种心理满足吗? 我觉得,他更想表达的意思,是不要满足虚荣心吧?虚荣心是道德责任感,在个人心理上的一种畸形反应,也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,形象点说虚荣心就是个无底都没有东西可以把它填满, 如果你往里面扔东西,就会带来永远都无法满足的饥饿感,无限轮回永不终结,所以说,如果花一百块钱可以让你的角色的排名更高接触到更高的副本,那充电前也没有什么大案,可如果是为了让周围人对你投来羡慕的目光,我建议还是考虑一下,毕竟排名这东西起码还有个头。 猪肚子